每一個你顯化出來的情境 其實它都是相對的真實 所以當你抗拒你家人 某些行為的時候 你就會顯化下一次 這種行為的產生 很放鬆的 完全接受性的去聽它的時候 它的改變是一定會發生的 那再提問通靈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看到 相對的真實 通靈的時候 可不可以看到相對的真實 相對的真實 既然是相對的 你無時無刻看到的 都是相對的真實 因為一切都是你顯化出來的 你顯化出來的情境 它就是真實的 它是相對的真實 它不是絕對的真實 每一個當下都是相對的真實 那你顯化出一個通靈的情境來 那你通到一個不管它是誰 那這個情境是你自己顯化出來的 它是一個夢境 它是一個遊戲 你正在玩著這樣的一個遊戲 那那個靈是真的還假的 其實沒有什麼真假可言 它都是一個你顯化出來的一個現實 那就是這樣子 它不是通靈你就可以看到相對的真實 每一個你顯化出來的情境 其實它都是相對的真實 因為它就是你用信念 所顯化出來的情境 回饋給你自己 就是這樣 這樣是完全的真實 在相對層面來說 在故事裡面來說 你每一個故事情節都是真實的 但是在絕對的層面來看 每一個情境都是虛幻的 因為它只是你用信念 顯化出來的一個情境回饋 就是這樣 謝謝 那這位朋友問的是 很喜歡跟家人相處在一起 但有時候又無法忍受他們的一些習慣 會讓自己很生氣 那請問要該怎麼辦呢 很喜歡跟家人相處在一起 這個就是有分開兩個層面來說 第一個當你抗拒某些情境的時候 你就會顯化某些情境的發生 所以當你抗拒你家人某些行為的時候 你就會顯化下一次這種行為的產生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讓它流過去 不要阻擋那個能量 不要阻擋那個情境 就讓它發生 不解釋也是一個好的方式 你就看著它讓它發生 你看著自己所升起的情緒也讓它發生 那看著自己升起的情緒 它很快你的情緒就會沒有了 然後一次一次你看到這個事件的時候 都不會帶有任何的情緒 那個這個事件之後 也沒有再發生的必要性 它就會消失 謝謝 這位應該是莫子的忠實粉絲 他想請教一下莫子 莫子的引導影片我每天都會聽 但不知道有沒有產生效果 想要請問的是 那我要聽多久才會產生明顯的作用呢 聽多久才會產生明顯的作用 那要看明顯是怎麼去定義它 每一個引導影片 其實它都是在跟你的內在說話 在跟你的高我說話 在跟你的潛意識說話 甚至跟尤其是空性的影片 它就是用空性跟空性產生相應 那每一個影片它都是一種相應的過程 那要怎麼樣感受到明顯的作用 那就要看你覺得明顯的定義是什麼 其實每一次它都會有作用 它的作用或許不是那麼明顯的 它絕對會反映在某一個層面 也許你的生活有一些改變 也許你的心情有一些改變 也許你的能量氣脈有一些改變 所有的改變或許都是很細微的 你會很難去發現也說不一定 但是每一個引導 你只要很放鬆的 完全接受性的去聽它的時候 它的改變是一定會發生的 謝謝多多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